OK,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漫字学院 本节课呢,咱们继续安卓高仿大重点评网项目的一个小节 那么我们在上节课当中呢,已经实现了我们城市列表显示笔记选择 那么我们在上节课当中已经按照我们字幕索野显示出来对应的一个城市 那么接下来我们肯定会想着,能不能在这个城市当中来显示我们的一个定义的一个VIO显示呢 那在这个自定义VIO它表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OK,那么大家能看到我们上节课当中的显示一些城市 包括我们接下来能看到在右面呢,其实呈现了一系列的一些文字显示 从A到Z,那么这些字母的一个显示呢,就是使用我们自定义VIO进行显示 那么我们本节课当中呢,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自定义VIO的一个使用 OK,那么咱们回到代码当中 如果我们想要在右部添加出来显示的那样的效果 我们来想一下,安卓当中有没有一些空件给我们提供的 我们会发现,安卓当中并没有一些已经定义好的空件 来让我们实现定义的效果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自己去绘制一些VIO图形 那我们该怎么进行绘制呢? 首先,我们把绘制的VIO图形呢,给它创建一个新的包 比如我们叫做com.mesedu.view OK,我们在这里面呢,对我们这个VIO对象进行声明 比如我们就叫做C的Rack 好,我们这个类定义完 并且呢,我们让它继承自然一个类 因为我们要实现自己自定义VIO 所以我们让它继承VIO OK,那么继承VIO之后呢 它会告诉我们这里面需要给我们的C的Bar 添加一些构造器 并且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构造器 一会儿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构造器应该怎么去写 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类之后 怎么进行声明呢 我们真正显示的一个样式呢 是不是还是显示在我们CityActivity 它所对应的这个HomeCityList 这个页面当中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页面的右半侧 去显示我们这一块显示的自定义VIO所规划的区域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整体的布局当中 去添加一块内容 那我们怎么进行添加呢 我们在之前的布局呢 给它定义好的是一个Linear layout Linear layout 是为了我们在上几课当中去写的方便一点 那么本节课当中呢 我们把它改成relatively out 这样的话我们去定义这个自定义VIO的话 会比较简单一点 OK那么使用relatively out之后 WireList呢 我们同样让它march up coverage 那么除了List的VIO呢 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将我们刚刚定义的那个C的bar 给它引入 怎么进行引入呢 其实咱们使用的标签名字稍微长一点 你比如我们就叫做com.mas.edu.c的bar 那么这个空架呢 我们也需要指定一个ID的属性 比如我们就叫做加ID city.c的 同样呢 我们所有的空架都需要指定它的一个宽和高 那么这个宽度呢 我在之前已经给大家定义好了 咱们使用at demands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词求文件 在这里面给大家声明了一个normal input height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ormal input height 其实指明的就是一个45dp 这个就是我们自定义空架的一个宽度位置 好 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空架在屏幕当中占有了45dp 它的一个高度呢 我们让它march parent 再给它添加一个layout lain parent right 让它对齐我们负类的一个右部 好 我们的自定义viewc的bar 所在channel当中的一个声明呢 已经写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完善这个c的bar所在的一个lay 那我们先明确一下 这个lay其实就是为了绘制 对应的英文字母 那么这些英文字母 要想绘制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先解决一下这个c的bar的一个报错 这个报错信息 告诉我们就是需要添加一些constructor构造函数 来我们添加一下它的一个构造函数 sauce 来我们把带有一个contest对象的 以及contest和attribute site属性级的构造函数拿到 添加了这两个构造函数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 带有一个参数的构造函数 也就是带有contest对象的构造函数 一般会在new对象时调用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的c的bar如果是一个testview的时候 我们要在一个activity当中去new一个testview出来 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调用我们带有一个contest对象的构造函数 而同样上面还有一个contest对象 以及attribute site属性级的一种构造函数 它是什么时候调用的 大家对于我们从channel文件当中转化成一个view视图不陌生 但是在channel文件当中 怎么样将里面的一些空件转化成对象呢 这时候就用到了我们带有两个参数的一个构造函数 也就是带有我们contest对象 以及attribute site的一个属性值的一个结果集 它就是用于我们channel文件 创建空间对象时调用 虽然这种调用呢 是咱们隐式的给大家写出来的 OK 那么除了我们的构造函数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拿到我们所要绘制的一些英文字母的一个数据源 你比如我们要绘制的是有26个英文字母 OK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呢 我们已经把26个英文字母给大家拿出来了 并且呢 这是一个theta bar的一个数组 我们把它定义成了一个数组 比如我们有热门a到z的这些数字 有了这些数字 我们要把这些数字呢 绘制到我们的这个view对象当中进行显示 好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重写一个android方法 这个android当中 封装了一个converse画部对象 我们后续呢 会进行调用 那我们需要在这个converse当中 做一些事情 那么大家在之前的一些学习过程当中 需要绘制图形 不光有咱们的converse画部对象 还需要一个画笔对象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给它创建一个画笔对象 比如我们prowrite paint 咱们创建一个画笔对象 并且我们创建的是一个空的画笔 有了这个画笔对象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画部当中进行做画 对吧 好 好我们先对这个paint设置一系列的一个属性吧 比如我们paint 比如我们paint设置 set color 设置一下它的一个颜色 我们使用color.green吧 使用一个灰色 设置画笔灰色 那同样我们给这个画笔 比如我们设置type face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字体样式的一种显示 比如我们使用type face 咱们使用default block 我们使用初题进行显示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设置一个画笔的大小 你比如我们设置test size 我们设置一下这个画笔所要绘制出来的一个文字的大小 比如我们就使用20字号吧 定义出来我们这些属性之后呢 接下来画笔 要在这个自定义vue对象上进行规划 所以首先咱们获取自定义vue的宽高 OK 我们拿一下inter类型的hunt 咱们使用gethunt 直接拿到一个gethunt 那么这前天省略的是一个this 那么就是我们当前cdbar的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拿 同样的我们的宽度wide list 也可以使用gethunt 直接去获取 那按到了我们自定义vue的宽高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设定 每一个字母所在空间的高度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自定义vue对象当中 我们每个字母其实所在的都有一个高度 包括它们所在的一个区域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需要规划出来这个区域 比如我们定义一个inter类型的hunt 咱们使用整体view的一个宽度 并且拿一下我们cdbar 当前数组的一个length 我们这个数组当中有多少个字母 我们就让它除以多少份 这样的话我们拿到的就是每一个字母所在的一个高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做画 也就相当于给每一个字母绘制出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使用一个for循环进行绘制 这个for循环循环的一个长度呢 正好就是我们cdbar它的一个长度 好每次呢我们把它里面的一些字母给它绘制出来 而绘制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converse对象 也就是我们画部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方法叫做joytest 那么这个joytest的方法里面传入了很多参数 你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需要绘制的这个文字 第二个是一个isflot类型 第三个值呢是一个y值也是flot类型 最后是咱们的一个画比对象 好画比对象我们已经有了 同样我们的一个test对象呢 我们也可以拿一下 比如我们就是cdbar所对应的这个i 每次取出来我们cdbar数组当中的一个元素 那么里面的xy怎么定义呢 好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flot类型的x它的一个值是什么 这时候呢咱们就需要了解一下这个drawtest 它所绘制的时候是怎么进行完成的 好我们打开一下画图给大家画一下 OK你比如如果我们的一个自定义 为有的一个区域呢 占有的是这块区域 比如我们这块模拟的就是我们 右半区域所在的一个自定义为有的空间 那么里面的每一个字母呢 也可以占进一块空间 你比如我们的一个字母呢 占有这样的一些空间 下一个字母呢也占有一个空间 好这两个空间 其实相隔的是有距离的对吧 那我们里面的xy分别代表什么呢 好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x呢表示我们当前文字 所在x周的一个偏移量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偏移量呢 首先我给大家来画一条线 大家就能明白 那么这个x周的偏移量 其实就是咱们左半这块区域 左边这块空白区域的一个偏移量 怎么去求出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可以使用整体的自定义 view的宽度 减去我们空间一半的一个宽度 这样的话我们拿到的就是我们左半部分 所空白区域所在的一个偏移量 对吧 好我们先把这个x给大家拿出来 flot类型的x呢 等于我们刚刚定义好的violet除以2 这是我们自定义空间的一个宽度 除以2 并且拿到我们当前pent对象 来测量出来我们mizer test 测量出来我们当前的一个文字的宽度 比如我们c的bar的一个i对象 拿到我们当前c的bar的一个i对象 把我们这个文字的宽度呢 除以2 拿到它一半的宽度 这样就是我们x轴的一个偏移量 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位置的偏移量呢 就是我们自定义为有宽度的一半 减去我们文字宽度的一半 好正好就是我们左半部分空白区域的一个偏移量 字体所在区域在x轴的偏移量 那我们再去定义这个y blot类型的y 这个y值呢 我们可以推算出 它其实是咱们字体所在区域在y轴的一个偏移量 好 那么我们这个y轴的偏移量应该怎么去计算呢 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 x轴我们能拿到 也就是我们刚刚去绘制的这条线 这个是我们绘制所在的一个x轴的位置 对吧 那这个y轴怎么去定义呢 你比如我们里面刚刚画的这个正方形呢 是我们文字所填充的一个区域 那么文字填充区域它的左右上下其实都有一部分留白空间 这个留白空间是给我们文字所共有的 对吧 而我们下一个文字也会占有同样的留白空间 因为我们的一个空间是均分的 这个y值呢 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所在空间的偏移量 因为安卓规定了 如果想要去绘制这个y轴的偏移量的时候 它是按照我们一个文字所在空间高度的 baseline中轴线进行划分 我们文字进行绘制的时候 是在我们文字所在区域的 baseline中轴线当中进行对半划分 然后根据我们文字的高度进行对半划分 确定绘制的y轴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直接给定它的一个偏移量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 因为i是从零开始的 所以我们使用1加i乘以h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拿到我们y轴的一个偏移量 好 我们在这个Android方法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咱们写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DDMS当中 我是有一个emulator554 因为我刚刚的一个自带的模拟器呢 突然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先在这系统自带的这一个模拟器上 咱们来运行一下 比如我们来运行一下当前那个项目 consular控制台 咱们来看一下安卓 正在上传我们点评client的apk 好 正在安装我们apk文件 启动起来我们的一个项目 启动起来我们的一个项目 那么因为我是在这个模拟器上第一次运行 所以它有一个欢迎页面 好我们点击立即进入 来到我们选择城市 暴露错误之后我们先拿一下logcat 那这块大批量的报错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块引起的原因 它没有启动咱们的一个activity 并且是一个binary chamber fill 告诉我们在引入的时候 有一个seedbar 引入错误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出现了哪些问题 在我们layout布局文件当中 我们的seedbar是放在了我们home city list当中进行引入的 我们叫做commadedu.seedbar OK 那么大家我在这里面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应该是不是叫做commadedu.view.seedbar 对吧 好我们加上咱们当前的这个view 包名点类名 这是咱们自定义空架的一种声明 那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把咱们之前的错误进行 那我们运行出来的这一个选择程式 我们点击 那么程式的效果呢 我们在之前已经做过了 并且我们在右边可以看到 我们自定义绘制的图形 从热门A以及到Z的一个图形 已经在我们这一个右半部分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当中 我们会点选咱们右半部分的一个索引字母 来确定我们左半部分的一个程式选择 好 那么本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边 就是